他們1月就登記了啦 那一直他們想要看一個比較好的時間 所以安排到9月秋高氣爽 這樣的天氣來舉辦婚禮 而且他家人剛好可以來 對他家人這個時候也 應該是說弟弟他應該還在上學 不過來的時間很短 他們大概來就前後十天吧 對 哪個這份好像手術問題難免先問 要問他 沒有問題 到時候回去再登記 回去再登記 哪個兒子成家立業 剛剛有沒有很感動的哭出來 你說我啊 對啊應該有吧 我想今天我們在家裡面 這個應該講就是 他是為了別的男人哭 不是 我說今天在家裡面奉茶的時候 其實是我老婆哭得比我厲害 我說我們是娶媳婦 這不是嫁女兒 對啊 所以你哭得厲害 所以我老婆比較 比較有有有有特別的氛圍 特別的感覺吧 那我是後面講到我小兒子 我才比較難過了 因為弟弟都是在美國 因為弟弟長期都不在身邊嘛 從讀大學到博士 一直在九年 尤其前面有兩年的疫情 等於兩年我們沒有看到他 那他十二月博士班畢業以後 那就找到工作 那四月份上班到現在 那這次哥哥婚禮 特別有自己的假 又請假回來 前後也是十二天而已 那最重要就是 聚少離多啦 我特別有感覺啦 對他感覺沒那麼深啦 每天看到我 因為每天看到我 我說見一面 不如少見一面 沒有啦 沒有啦 在那邊應該不會辦 因為其實我們這場婚禮 也算籌備了蠻久的 應該也有一年的時間 就是蠻多小細節都要注意的 所以我覺得 尤其很多 像是他婚紗 我到現在都沒看過 所以我想要先 感謝一下林毅老師 因為他有特別 為他量身訂做了一個婚紗 聽說非常漂亮 所以我等一下非常期待 聽說非常非常美 真的很美 因為他們俄羅斯有這個習俗 對不對 就是說新娘在 還沒有這個見到賓客之前 新郎啊賓客任何人 就是不能看到他的禮服 他們有這樣一個 一個傳統的一個習俗 這部分他蠻堅持的 對 隨時都可以完成啦 台灣登記的OK啊 看時間啦 因為他前一陣子 他去了俄羅斯 去了一個多月嘛 然後就看明年 說不定我們 就陪著他們 一起到那邊去 順便度度假 這樣子 想要明年 抱生子嗎 喔 我本來想說 一月登記 對不對 這時候就帶 帶 帶個 還是想要辦完婚禮 好 好 不急是 我也不急啦 反正現在有 還有外孫了啦 明年就是龍寶寶 看看看看 加油加油 謝謝 好不好 趁你老爸 還有體力的時候 我跟你講 好不好 你問問他們 我的外孫 真的 最黏他 最黏我 最黏我 所以你也會 包尿布這些 他們三個 我三個小的 都是我在帶 因為那時候 我太太還要上班啊 她那時候 滑航 下地勤後 都在上班 早上七八點就出門 都是我在帶啊 嗯 那新陽婚後 就是工作跟家庭 有沒有一些 新的調整 或會 其實 最近真的 都是在忙婚禮 所以可能 蠻多工作都 要必須推掉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可能 收入的部分 有點影響 但是還好 有一個 強力的靠神 各位知道 各位知道 我有多苦嗎 人家剩一個 我跟你講 我常常講說 我很羨慕人家剩一個 剩一個啊 我跟你講啊 也不用 就這麼一個 有多少 算多少 剩三個 你看多大的責任 現在還有多了 第三代 有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啊 這我是 我們講啊 這個 人有輪迴啊 我們就是 不是人者多勞 只有輪迴 我們講就叫因果 這都我們來還債的 我們都來還債的 真的 新陽受了多少 瘦了多少 其實我沒有特別算 就是晚餐少吃一點 這樣子 嗯 大概瘦幾公斤有啦 對啊 大概 三四公斤而已 嗯嗯嗯 還有你的過程有摩擦嗎 籌備過程 喔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 是蠻 蠻難得的 就是我們知道 很多人為了 半婚禮 都吵到 就是最後都離婚 結不到婚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一定不要為了這件事吵架 所以真的 籌備一年來一次 都沒有吵過 一直在忍 一直在忍 今天以後就爆發了 剩幾個沒有特別打算 先有一個再有第二個再說吧 對 所以乃哥這次婚禮都是你買單嗎 那所以他有禮籍是誰收走 我告訴你 我們家慣例都是他們收走 喔 喔 喔 不是嗎 不是嗎 對不對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還沒有來的 趕快加油 那乃哥得到什麼 我得到就開心啊 對不對 得到 會不會 會不會期待師哥 我告訴你 我得到的就是多一個責任而已 我告訴你 對不對 你多那個媳婦多一個責任 喔 安雅真的很乖很棒啦 這個 跟徐信陽 這前後七年多 嗯 我說其實他們愛情故事跟我跟我老婆 好像 也是 差不多的那種情境 喔 我跟我太太戀愛七年多 結婚了 他們也是七八年 嗯 然後呢 我很怕我老婆 他也 也很怕安雅 喔 所以我想這一脈相傳 是 那有沒有帶親家他們去台灣哪裡玩一玩 我們 其實之前也有去 他都有帶著 他的 他的岳父岳母去 那我們 有安排到宜蘭啊 去走一走 因為他們時間不長啦 嗯 去走一走 在北部居多 就這一次就對了 對對對 那我們可以去拍嗎 好 沒有我們拍給你 好不好 娘家來了多少 親家 親戚啊 他們 其實 朋友大概 弟弟妹妹 還有爺爺也來了 對還有一些他爸爸的朋友 大概 大概有兩桌吧 因為蠻特別 因為他爺爺是第一次來亞洲 喔 第一次飛這麼遠 然後現在來其實蠻麻煩 因為要轉機 以前有機飛 那現在就只有轉機 所以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真的蠻麻煩 他們要飛到杜拜 杜拜再來台灣 那中間轉機過程也很長 對 其實時間 時間拖得蠻長的啦 大概可能要 前後要二、四小時 對快要一天了 快要一天的時間 新陽爸爸有沒有教你 就是 持家的一些撇步 聽不懂 他沒有教我 其實我看了蠻多的 就是 要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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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是你爸爸在惹 哈哈 有什麼愛妻守則 對啊 還沒有什麼 就是 一般 大家差不多一樣 對對對 愛妻守則 愛妻守則 有沒有簽什麼婚前協議 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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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婚前協議 嗯 愛妻守則 應該就是 他的都是我買單的 哦 真的真的真的 你的都是我買單 沒有沒有 也沒有 一個推一個 哈哈哈 英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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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想錢都是老婆管 嗯 目前是 算是我 但是以後應該就 不好說 交給老婆就沒錯的啦 我跟你講 像你爸爸這一生 對不對 賺一塊都是你媽媽的 哦 這樣 這才是真的 實家之道 嗯 真的 好 這個今天看到我們直播的 或現場朋友們 把錢交給另外一半 男的那一半就對了 嗯 好不好 我們記得小姐哈 好不好 小兒子今天今天 他的女朋友也來了 因為他們也是從大一到現在 也九年十年了 嗯 所以我們家愛情都很辛苦 哈哈哈 都愛情長跑 都愛情長跑 那我那小兒子也也現在工作了嘛 在穩定一個一兩年 我們當然希望呢 小兒子現在也二十七八歲 我覺得三十而立 男人三十而立 我三歲結婚嘛 他三十一嘛 我想差不多這個時間 我這個結婚點算是 我覺得蠻好的 嗯 那應該可以再收一兩年的錢 再準備一下 嗯 所以我還要辛苦啊 好不好 有代言有工作有主持 盡量找我 好不好 我的體力還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右邊 over here over here 在右邊一點 好這邊 好這邊 好左邊 好 直接過下一次 我讓大家也要去看 謝謝 嗯 如果是大洋 posting 公點影片 請你的öd Story 都哭了 謝謝 他們的評輯 真的看見 啊 好